我叫石云彻 石是基本继承人 我从小就有一个特殊的能力 凡是我梦想的事情 我都必须完成 否则 就会给家族和身边的人带来不幸 而今天 是我的婚礼 亲爱的 亲一哥亲一哥亲一哥 亲一哥 亲一哥 哎呀可一天 你是谁 是谁 啊 远车你刚刚是不是发烧做梦了 就在刚刚 实施海外货轮遭遇海外飓风 全部沉默 这种天气百年难得一遇啊 你一发烧就梦见味了 你必须要按照梦里提示的局势 你一违反梦境就会遭到反吃 一上下就要跟着遭殃 妈我知道了 知道知道不好了 今天下午咱们公司会爆 因不明原因持续下跌 现在已经变形板了 你 你是不是又发生做梦了 庄园 你去帮我找一个 好车头 麻烦缺办法 戴着个黑光眼睛 是 布董 这是按照您的描述 我们利用大数据描绘出来的图片 不过这个女人长得真的有点 您真的要和她结婚吗 你以为我想了 还不是没别的办法了吗 这人现在在哪 呃已经查到了 他的IP线线显示在国内 回国 大为 这次我看你和小三往哪跑 现在在国内都这么开放了吗 亲爱的 你说 到底是我好呢 还是你想想那个丑八怪好 当然是你好啊宝贝 你想想那个丑八怪 要不是他能给我做策划案 我才懒得大理他 你都不知道 这两天看到他我的小兔 李大为你混蛋 你过去和他用一腿 李大为你这个混蛋 你过去和他用一腿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他人是派派你这个出口章男 他想不到啊 你就跑到公司群里 我在这看他 你这个设计布局里是如何第三点插足 往下手插脚呢 你还好意思拍我 你也不照顾的看看你自己 有刚出没刚刚出了屁股就是腰 长得跟个竹钢烈似的 你好意思拍我吗 你现在还答应你继续用理由 我写字换案不然 就急的吧 你你跟我在一起就是为了利用 让我管你工作 他应该不免了 哎 哎 哎呀 嗯 哎 谁说我没人要 这个是我男人 是你 是你 帮你啊 哈哈哈 对 我就是他老公 帅哥啊 我就跟你明说了吧 这个女人 他不仅长得丑 还是个穷光蛋 你可别为他骗 你想想 你哪吵的演员啊 花不少钱吧 我一去 该省省省花花花 别到时候顾桥都紧破烂 啊 说起紧破烂 他把你破烂还给你 你你这就快怎么连家包邮啊 还有啊 这是天赋 一样啊 我跟你们信了 先让你冷静点 一个大男人 出门 欧打前女友 你是想明天就上新闻吗 你想想 这事 咱们没完 我给你门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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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生日 本来说好要一起庆祝的 结果 是不是他 他就来出轨 啊 啊 啊 你到底什么时候完成梦境里的要求 你奶奶刚刚把牙都摔断了 知道 就在刚才实施股票又因不明原因 暴跌三个点 现在怎么办啊 哦 晓晓 晓晓 听说大卫和你分手了 到底怎么回事 没什么 就是 他令牌告知了 是不是黎大卫 是不是黎大卫 掀起咱们家条件不好都怪我 是把生命拖累了你 害你这么大年龄也结不了婚 是吗 哎哟 妈你不要这么说我 我结婚了 李大为不要我 有的是人要 结了 那人多大 是干什么工作的 晓晓你别一时冲动疯糊涂啊 嗯 嗯 妈那个我我这心好不好 咱回头再说吧啊 先过来 我 想拿去给他找了老公啊 要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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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 那个 呃不是 你跟我第一次见面就要跟我结婚 没错 我只有跟你结婚 我才能改命 你是穷疯了吧 结婚改命这个是你都信啊 我穷 是 我是太穷啊 算命的说 我只有找一个生日是今天的人结婚 我才能逆天改命 你这是封建迷信 这不是封建迷信 这是缘分 你们俩结婚的好 两个人啊 都能改命 尤其是你 你要取了他 你困扰已久的问题 就烟消云散了 老人家一看就是有道法 就信了 你看 你需要一个老公 安抚母亲 我需要一个妻子你天敢 我们各屈子不许 好 结就结 你们俩想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财经报道 时事集团海外沉床货物打了完毕 竟然没有一箱遗失 师总 您必担心 股票反弹了 收盘涨停满了 你不用回来了 收拾东西 滚去垃圾堆里住 你奶奶的牙已经补好了 好像没什么大问题 李大为 你怎么不去死 既然没什么事 那我就先走了 回头有事的话 你再联系我 知道了 夫人的详细信息已经潮进去 这是咱们公司设计部的员工 英俏俏 这么巧 原来这人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不过夫人刚被安理事长的女儿安娜给开除了 我刚刚次夫人住的地方 里面也是一片狼狸 也不知道夫人现在住在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用的冷场 抵达我围观的孤岛 是借着深深 彼此心跳 为你粉烂沉默 关的我 跟我走吧 是我 我们不是已经是夫妻了吗 我总不能看上我的新婚老头 留到街头了 这房子又大又漂亮 不过你不是很穷吗 怎么住起这么大的房子 哦是 我这么穷当然住不起了 这是 我亲戚的房子 他们已经成年在国外 所以让我暂住 平时没事呢 那跟他们娇娇花花草草什么 没想到你们城里人的亲戚 还挺有人机会 那个 你的房间在那边 卫生间也在那边 你看你这 湿透了 我去操操 哎 你休息好了 我知道叫你吃饭呢 这下这么多的 都我说了对呀 我刚刚在收拾屋子 你家的外卖盒子也太多了吧 那些东西又贵又难吃又不健康 以后还是我跟你说吧 停电了 灯泡的问题 我让屋易来换 一招 算了還是我來吧 你小心點 好啊 哼哼 那個吃吃吃吃飯吧吃飯吧 沒想到 會的還挺多呢能修東泡啊吃飯 做的看起來還不錯 會的多有什麼用啊 在公司 還不是屬於我幹的多拿的少 但最後呢還不是要被開除 我媽也說長的醜就要多付出 才會有悔報 結果最後 什麼回報過 其實 你長得也不算醜 就是你這衣服 有點太一樣了 會嗎 哎這都是我媽幫我選的 多好看啊 很好看 一個正常人 誰能挑出紅橙黃綠青藍 七種顏色的衣服 你別彩虹還花手 還有 你這老婆婆身 我奶奶穿的都比你年輕 你真敢買 這些多舒服呀 那你告訴我 要怎麼搭配 算了 還是我幫你挑吧 大膽 你敢買真是大的 趕緊丟了 多好快啊 見到朕為何不貴 這件也丟 財神道 這件 把車丟遠點 我們好多錢買的 這些啊既不值錢 又醜呢 這兩件 你去試試 啊 這個 不准丟啊 嗯 噔噔 怎麼 很很很嚇人嗎 倒也不是嚇人就是 就是 感覺哪裡有點不對勁 那我就換一套吧 哎 回來 我倒邊 藍州 墜落被海盜 照顧你這人 瞧望你的方位奔跑 可惜讓這時空 等不到 同一個 莫小 最後只能帶著回憶奔塌 啊 嗯 我我 取手的衣服 哦 我接電話 喂 市總 夫人被開除的處理已經取消了 安娜和李大維 違規亂記的證據也已經收集齊了 好 等我到公司處理 哦對了 幫我找全是最好的服裝造型師 到我這裡來一堂 安總監和大維 這是狼猜女嗎 天作之河 看得我都信不死了 對呀 要不是殷小小 那個醜八怪一直纠纏大維 你們倆早就在一起了 沒關係 反正我已經把那個醜八怪開除了 從此往後都不會出現在我們面前 污染大家眼球了 就應該這樣 醜人啊 就必要醜了自己 拉低堆 可就最好的歸宿 一大早嘴就那麼臭 我看你 還是垃圾堆裡出來的吧 我看你 還是垃圾堆裡出來的 醜八怪已經整了 孩子 太好看了吧 這好像不是整容的 就簡單打扮了一下 那小小這底子也太好了吧 你們扔的 哼 這不是大家看你失了業 沒了收入 想著送你點廢品 好歹也能賣個幾天 不過看你整個這德行 想必出去站個街 放個老男人也夠你生活了 估計要是看不上我們的這些廢品吧 我 你幹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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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廢品 我看你才是最大的廢品 我勸你別找查 否則 我不介意在我離職之前 在你的臉上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 讓你體驗體驗 整個路 小小 我們分手 我們分手 只是因為單純的不合適 你 為什麼跟人家安娜呀 你一個出軌的渣男 有什麼臉狗叫 上次的挨打不夠 我就弄了嗎 果然 穿什麼衣服都改變不了你骨子裡的粗血 我告訴我 跟你分手 是我做過最正確的選擇 王總姐你快過來 你要開城人在這兒呢 王總姐你快過來 你要開城人在這兒呢 我看你啊 也只是種一時口舌之快 說到底 你也只是我的手下外將 實話告訴你吧 我不僅搶了你男人 你被開除 也是我安排 只要我在時代集團議題 你就休想住 你是殷小小嗎 對 要開除我是吧 實際上的話就趕緊換個行業吧 永遠不要出席在我面前 否則 沒你好我的事 我想殷小姐你是誤會我的意思的 我們公司是希望你能夠繼續留在時代集團 擔任我們的建筑設計師 你看怎麼樣 什麼 什麼 因為你這一年來的辛苦成果 我們公司可都是看在眼裡的 當然我們也希望以後能有更多的合作共贏啊對不對 謝謝公司肯定 我以後一定繼續努力 加油 謝謝 不是 經理科書好要開除他的嗎 對呀 我什麼時候跟你們說過我要開除他的啊 再說了 公司人員調動 本來就是我們人事部的事 你們兩個設計部的 還關心我們人事部的人 你們趁著是啊 這我 粗屬 不好意思 我沒有失業哦 哎 你們小小 一人 走後門的關心我 我怎麼 我能開除你一次 就能開除你第二次 你要幹嘛啊 小小 我就是向你來解釋一下 之前 我不是有意為難你的 是安娜 都是她的喜歡 你也知道 她爸是公司股東 她更是我上司 我 我拒絕不了 你的意思是 也是被脅迫咯 小小 我跟安娜那都是逢場做戲 等我那時代就像站我的腳跟 到時候 就不用怕他了 別瞎邊了 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小小 既然你都回來了 那這個策劃案你要不要 繼續跟下去啊 李大偉 這是我辛辛苦苦熬了一個月 做出來的策劃案 你跟我說沒通過 結果先生上面寫著你的名字 你偷我承口占我便宜 結果先生還想讓我做你的嫁衣 你要不要臉啊 小小 咱倆這關係 上面寫誰的名字不是寫啊 再說了 是做完 有些說就 我是真無畏啊 你有時間在這纠缠我 還不如先生怎麼和上頭交代 小小 我給你輸了多少次了 我最愛的人是安娜 你就別再糾纏我了 嗯 那關鍵 你讓我去做什麼 这是也不嫌丢人 我已经到公司了 你现在把材料送过来 好 你不成了没关系 我这就把你骚扰南渊温室 发到公司群里 和大家评评里 上市录制第一天就干这种事情 看你以后怎么在公司里挥下去 请你尊重别人的肖像权和演示 否则我不介意找警方 可以普及一下相关的法律知识 你送哪个公司来 呃 是这儿的保安 当然是来上班了 保安好快天 原来是个臭保安呀 穿的人模狗样 保安也是正当职业 凭什么爱你妈 我呸 他连你都能看上 正经什么呀 我知道了 你整容的钱 权也是个抽保安给的吧 一个社会底层的垃圾 能有这么多钱 屎不定 干了什么下三落的够大 啊 啊 你要干什么 我看什么 拿着 不要过来 你别别别别 哎 哎 哎 吻 吻 你不是會造謠嗎 正好把人的嘴洗一洗 還有你 安娜第三者插嘴的時候 你能悶聲不吭 現在都學會狗叫了 怎麼廁所好玩想吃死了 哎呀救命啊 你再敢來我面前發點一次 我就再給你擠一次嘴 只得你打到一位子 啊 那個我平時還是挺淑女的 你是不是這淑女有什麼誤解 啊 安總不得不回庫 你們兩個發瘋鬧聲給我扔出去 從此不許踏入時代集團一步 本來哎 哎哎不是這兩個 那兩個不是那個女的 那那個保安 他不是這麼帮隊的啊 不是沒事吧這不 啊 我好啊 口半天 連保安都不是啊 你小小 你膽子可真夠大的呀 瞧你的拼頭 假冒保安跑到公司來胡家虎威 你的好日子到頭了 啊 哎 還把這兩個人抓起來 送到警察局 我懷疑他們進入公司 有其他的 我終於找到秒石頭 嗯 你是石 哎哎哎哎uster 石總你來了正好 那 您剛剛不是說 硬有10總二字的工作正在那兒嗎 我這樣給你送回去 你是問啊 啊 嗯 對 我是石总 他就是传说中的石总 石总常年在国外总部 先上回国 公司都没几个人 经过他的阵容呢 真没想到他这么高 还那么壮了 哎呀石总 你可算来了呀 好好管管这些人 这不几凉 一个浪荡不堪 随夭打他人 是 还有一个 冒充保安混入公司 居心左侧 我找保安请他们出去 完全是为了公司利益呀 对 你们两个被开除了 听见没有 你怎么早就说过 只要我在时代集团一天 就没有你出头的机会 你说的是 你们两个 安娜和李大为 你们两个被开除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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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什么 李大为 你抄袭盗用他人作品 安娜 你滥用职权霸凌员工 严重违离公司制度 一般两个被开除了 啊 师傅 你说我说的对吗 他说的对呀 不是 这 这 那胆子本真够大了呀 敢开除我 我爸可是这个公司的虎子 哦 他一定会给我做出的 就是 那我还露一下 安启刚 事情事务造假 已经被逐出同事会了 你去牢里见他 我 哎不是不是 你站不上 快 快 快 谢谢 不客气 嗯 说要感谢我请我吃饭 就吃这个 就 这个有点脏吧 那咋了 你怎么比大老板还挑剔啊 开水烫一烫煮就好了 吃吧 哎 哦 吃吧 嗯 你是不是跟石总很熟啊 对 我是他的贴身保镖 那 保镖大哥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你介绍我和石总认识认识呗 听说石总非常厉害 他不但三十岁 就成为设计界有名的大师 给相关讲一下 拿了大满罐 今天一见到真人了 那就一个帅啊 嗯 而且因此他还没眼睛 太完美了 这眼光太炒 他的也叫帅 还没我好看 哎呀你懂什么 人间那是赢在气质 尚未有气魄 哎呀好了 不逗你了 你和石总呢 那是不一样的 来 再尝一个 尝不尽 这个味道也不错 是吧 这也有花伤 嗯 醒了 张老醒了 醒了就没什么事了 这段日子记着饮食要清淡 一定要戒言戒酒 最主要的是 要远离过敏源 好 这个药膏啊 给你男人起疹子的地方涂上 可以加快皮肤严肿的消退 现在就痛 不好意思啊 本来是想感谢你 请你吃饭的 没想到 还有进了医院 这也不能怪你 其实 也怪我 没有看到干料里有花生 那我给你上药吧 关灯睡觉啊 优优独播剧场—— 我去取个车哦好 哎石头 石头石头 石头 好吃哎 你认识啊 啊 不认识 问路刚刚问路的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是要跟我一起去上班 还是平安的感觉 感觉还不错 其实也没那么娇气 一起上班吧 嗯 我呢 哎 石头 哎 石头 石头好 哦 哎 你好你好你好 石头好哎 你好 哎 哎 我先去上班了 哎 石头我到底还在装多久 什么事赶紧说 这次是我们合作商 选择的设计方案 署名是李大为 不过我查看了咱们公司 所有设计师的设计通告 这份通告 应该是出自夫人的 看来这个李大为 是一点真材实学都没有 全是靠英小小 就在公司混日子 要不是说啊 夫人的眼光实在是太差劲了 你看选了个这么费 我还当个宝 你看 最后还让人给绿了 既然英小小能被合作商看上 那就把他晋升为首席设计师 直接对接项目 回忆的最后呢 我还有一件事要宣布 由于英小小的成绩出色 一个原队通过了最多数量的设计方案 公司决定由他担任 这些部门首席设计师的成绩 希望以后和大家共同进步 大外 这个李大静啊 从助理上升到 设计师才不到一个月 这个上升到的首席设计师 上升得太快了吧 我听说 他老公是石总的天山保庭 可那是旧的石总 是后门的 林小小 恭喜你啊 这么年轻去当上了首席设计师 年轻又为啊 谢谢 呃 杨总监您有什么事吗 哦 哈哈哈 对了 你拿着这个合同啊 去见客户吧 设计部要见客户 你以为我想啊 要快就快您那个老公 当个保安的到处 把得作客户 你确定啊 尽快把这个合同给签下来 要不然你老公就吃不了 逗得走了 好 恭喜你啊 哈哈哈哈 叶小姐 你怎么不喝呀 难不成啊 看不起我啊 呃 没有 王总你看 咱们饭也吃了 歌也唱了 什么时候能签合同 合同不着急啊 大家喝酒啊 对啊 喝酒 你猫龙 我猫龙 我们一起签合同啊 这样 你这天要是能喝过我们当中 任何一个 这合同 我立马给你签 啊对对 说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了 嘿嘿 但是你要喝不过的话 那你就要跳舞 来给我们出现了 嘿嘿嘿嘿 那你就要推舞 对对对 跳个推舞啊 我最喜欢推舞了啊 嗯 他会用我啊 来一个啊 张远 哎 你帮我给叶小小发个信息 嗯 就说 我陪石总再加班 晚上下班让他先回家 别等我了 呃石总 夫人已经走了 听说是杨总监 安排他去见客户 设计部见什么客户 谁啊 咱们这次合作的甲方 盛大集团的王总 哪个王总 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老色鬼 据说玩女人特别有一套 哎呀 也不知道夫人会不会被占平啊 咱们公司啊 还是不要乱七八糟的客户 都要员工去 还是得保护员工的人身安全 啊 哈哈哈 纸多也太大了吧 衣服都脱光了 真是不知小致 你没看到他是被灌醉了吗 一直都不清醒啊 我宣布今天的脫衣武玩冠军是 媽媽給我 放下 靠 靚曉曉 你是腦子有病嗎 你這樣那麼多男人 出了事怎麼辦 男人 他們都不是我的隊員 我說的 你最悔 靚曉曉你先起來 你起來 啊 嘿嘿嘿 你在奪我啊 啊 我 我硬超小 我哈哈哈 你快起來 你還沒走 你男人啊 這個鞋子還幫我撐呢 地上髒 我要你背我 別的別的男朋友都背你了 啊 啊 啊 問你啊 我昨天怎麼火 你覺得呢 我記得 我昨天在大街上追一條狗 好像還親了他 啊 不是你幹嘛生氣啊 我昨天好心好意送你回家 結果你發酒瘋吐我一身 我不應該生氣嗎 都說酒品計人品 我看你這人品真夠差的 我一般不吐的 昨天就是個意外要不 我幫你洗衣服吧 你不要生氣 那個 你衣服呢 嗯 啊 他門口的髒衣牢裡都快扔了 啊 哇靠 希德拉的衣服 我玉雅的褲子 我那個 哎 這都是國際大品牌 普通款 起碼也得 也得六萬數起跳吧 你怎麼那麼有錢啊 啊 你用腳趾頭都能想嗎 這 A貨 五十塊錢件 這 A貨 五十一件啊 哇 真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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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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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總 美國的合作商那邊談妥了 邀請您去簽合同 您看訂今晚的機票 你說英小小最正忙什么呀 怎麼都看不到他人啊 啊 你你今天早上不是和他一起來的嗎 哎我是跟他一起來的 這乾他三個小時過去的也沒見你 他 他刚刚还来这一层拿资料的 是吗 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不是 不是您跟我说的说 英俊小的只是一个普通员工 不要动不动告诉您他的举动 是吗 老板 您是不是真的爱上风味呢 吃饱 你是不是真的爱上风味呀 没可能 我这么问你啊 你看 你是不是脑子里一直都担心 每次给夫人发微信 一分钟不回 你脑子都心烦一乱 嘿嘿 石总 你咋了 你要这个 根本不可 我 石云彻要什么样的美女没有 怎么会喜欢一个 要胸没胸 要屁股 没屁股 爱情就是这么不 你没办法的 而且 你最好还是尽早跟夫人坦白吧 但据我的见解来看 女孩子最讨厌的人骗她吧 不是你这么闲吗 不用工作的 哦 小小 今天晚上 我们出去吃吧 我 有事想跟你说 好 什么 咖 帅 好 believ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钱凑够了我一定马上送过来 医生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救救我妈 医院没有这个规定 还是几个行为 抓紧 要快 晓晓 你在哪呢 抱歉啊 放你鸽子了 我老家这边有点事情 回去再吃饭吧 没关系 你先忙 我们改天再约 会儿 说 说 我 在哪里 在哪里 我 嗯 死了 死云彻 你能不能借我 死云彻 我妈她 死云彻底 你求求 你们怎么来了 你求求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怎么 我怕再不来你都要死了天了 我问题 谁允许你卖老家房子吗 这是我爸的房子 我卖给我妈治病关你们什么事 嘿 你爸是老银家人 他死了 反常也回银家 凭什么给你们这些外人啊 你房子到底卖出没有 卖多钱我拿出来 一分没有 否则我报警了 你还威脅是吧啊好老子你报警 小小 你怎么应小小 你 你 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石总 是 夫人的母亲生病住院 需要婚审 不过您放心 我已经去派人去寻找合适的渗源了 这次的合作 我们和公司都影响太大了 您还是去美国吧 你哪来的胆子敢瞒我 现在掉头去火车站 石总 夫人那边的事情我可以解决 您 还是去美国吧 如果这次活动不前 咱们损失可太大了 去火车站 你怎么又来了 我们可是又给了你一晚上时间 昨天的事 考虑的怎么样了 你现在把放弃衣裳这么签了 我们还是一样 要不然老实让你好看 你用不着跟你一家人 你告诉我 这个房子我卖定 我妈我也就定了 小贱蹄子 你进去不是吃饭就是吧 我告诉你 今天由不得你 有钱是吧 没关系 我让你妈安的手印也一样 什么车 快走 你看 小贱 你怎么来了 英雄雄 我手扶到的少主 你以为你够的那个男人 站在这我就怕你了 这这 不管你钱还是不钱 你这房子我们是有电话 更含一个试试 你的小孩 我的家的事 哪有你说话的事 赶紧给我钻子来 你的话 你快走 你这是张泉轩的家库 我 治疗的费用已经补齐了 可以马上安排手术 前队吧 怎么可能这 不行了 你 你 你 想干什么 难道你连我们一起打吗 你们不是想要房子吗 他就送你们一人一套 可以长眠的小屋 你 带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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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出人命 哎没有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们了 免得他们下次来再找你麻烦 可是 他们为什么都听你的 还有 我妈的手术费 公司有优秀人才计划 最高可以领二十五万 事业车特地提示 谢谢石总 不用谢我 我只是来这边出差 顺便上来看一下 你老公才真辛苦呢 昨天一听你出事了 特地非要跟着 然后做通下暴雨 火车和飞机都停用 他轮起开了十多个月 谢谢 你也不知道多久没睡啊 收入很成功 病人很快就会苏醒 太好了 你都一天一夜没睡了 要不我盯着 你去休息会儿呢 不了 我不累 手术费的事 谢谢你啊 如果没有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发生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怕麻烦你 你对我来说 从来都不是麻烦 不要对我这么好 我怕我会贪心 而且我们只是契约婚姻 万一离婚 我会不习惯 要是不习惯 那就不离婚 我把我走 妈妈你醒了 妈妈你醒了 怎么样 有没有好一点 晓晓 你瘦了 都是妈不好 拖累了 没有 妈 你不要这么说 你辛辛苦苦把我养大 是我拖累你才对 只要你好 妈怎样都信 对了 这次住院花了不少钱吧 还是赶紧出院回家吧 能省一点试一点 我很想给你沉点嫁妆 您刚刚做完手术 还是好好休息吧 嫁妆就不用攒了 我跟晓晓已经结婚了 妈 这是我老公石平彻 这次手术费也是多亏他帮忙 您放心 我以后会照顾好晓晓的 妈 好孩子 妈相信你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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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难民听说您不去了 带着河东亲自过来 人已经上飞机 明天就到 咱们该回公司吧 我知道了 小小小 石头 让回去 小小 工作重要 你们两个 还是赶紧一起回去吧 妈 可是您的身体 我没事 小石 不是还帮我清了护工吗 你放心吧 妈 那你有什么事 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千万别自己熬着 嗯 小石 小小以后 就交给你 多照顾了 妈 您放心 你说 我应该怎么跟小小 坦白身份啊 要我说 您直接实话是说吧 毕竟 真实话是啥气吧 直说当然不行 小小知道了 还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哈哈 é Do 施总 那个 李子修好了 啊 我晃了 休da 哎 施总 那是没什么事 我就 送给vate 十总 这是这个阻碼的汇总 好 那我先走了 abad 哎我记得明天云录过生啊 啊 没我就随便说一下 哎小姑娘你好有眼光啊 这个可是我们今年的新款 穿上去特别有气质 送男朋友老公最好不过了 啊确实挺嫌弃的 一万五这么贵 哎呀你别看他贵 他质量特别好 你摸摸真丝的嘛 哎穿的场合特别多 送男朋友老公最合适不过了 行 哎那边有我们的女装 你要不要看看我们的新品女装啊 哎看看嘛又不要钱的了 你看多合适你啊 不不不吃太热了不能穿 哎呀就是因为露得多嘛 若你若现多好看啊 哎呀 哎呀小姑娘 我看你这个样子应该是结过婚了吧 哎我跟你说 这男人啊 我爱得运势不在意 这内心呢 买吧买吧 没准明天你就过来感谢我啦 你回来了 去楼下帮我买包盐吧 对了 今天不是你生日吗 给你准备的礼物在茶坊上 你还送了两件礼物 这个是活动送的那个才是你的 挺好看的 我还喜欢 你喜欢继续穿两件 我还是不要 不用了 我去买盐 这男人 我还表运势不在意 这内心 这鸣子穿 会不会太性感了 你就是 acontecer 你觉得我穿这样 挺好看的 你是谁 你是谁 是石韵车的妈妈 阿姨好 我是 你这个睡裙 阿姨没有 我 你别紧张呀 阿姨又不是什么老古板 你这睡裙款式挺好的 穿上很好看 您要是喜欢的话 我买一些送给您 好啊 我穿耳朵好的 妈 你怎么来了 你这不是过生日吗 我来给你送礼物 不过呀 妈好像已经有别的礼物了 妈 行了行了 礼物我给你放这了 妈妈我先回去了 祝你们晚上的愉快 我现在穿得醉了 我妈又不是洪水猛兽 他刚不是说了挺好看的 啊没伤害了 只是 这么好看 我却没看到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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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 小小小 我有话想跟你说 刚好 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我先说 好 其实我 其实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哎哎哎 一小九 下一座是五年一度的建筑行业交流会 公司决定派你代表参加 这么好的事你能想到我呀 上次忽悠我去酒居害我被人灌酒 这次不知道有什么坑子等着我 你这说的什么话呢 我是你的领导 你去参加交流会 拿了名字多了金 我要跟你燃光是不是 莫不是你害怕了 不敢参加 这是两张琴帖交流会呢 要求带一个异性的同盘参加 你正好可以叫着你的 我和老公一起呀 好好的长长世面 好的 真好 他刚刚跟你说什么呢 没什么 走吧 舞台我已经是你当好了 至于这出戏怎么演 看你这个了 放心 这一次 我绝对让音小小 是没您逆行 嗯 干什么呢 不好吃饭 杨玲让我参加一个行业建筑交流会 但我总觉得有诈 那也不能担心吃饭会噎着 就不吃了吧 也是啊 管他出什么招呢 冰来酱的水来土淹 哎对了 邀请还有两张 你陪我去怎么样 可以啊 但是你得先好好吃饭 赶紧吃完饭 我亲自帮你挑选族 不喝 可是我是英小小 你这审美是你给他的媒体 哎 欢迎发临 这看起来就很贵 怎么还去看你走吧 十种科研卡不花钱 不行 他就交给你们了 夫人的美貌就交给我们了 呃 嗯 我里上有什么东西吗 我鼻子有眼 你才有鼻子有眼 真是看出了行业不景气啊 连你这种种名怪也来参加 安娜 怎么 把你的保安老公也带来了 是在时代集团赚的少 特意跑到交流回站站岗 这坚持快快呀 就算我老公是保安 那也属于正常跳槽 不像你 一个被打爆扫地出门 我告诉你 我现在入职了僵士集团 职位比以前更高 而你 休想跟我比 你职位高 那也能量 你想干嘛 也不妨碍 你用蹲蹲给你洗脸啊 你别过来啊 走开啊 他你跳下去了 都没关系 你小小你怎么着 我看你也长跑不了多久了 我看看 你的作品在哪儿 我的作品在哪儿 看 时代集团的设计师来了 他居然反感露面 真不要脸 他这个人 简直就是玷污行业精神 你们在说什么呢 这是怎么回事 还能怎么回事 当然是有人不学无术 又嫉妒我的才华 所以要抄袭了我的作品 已经民旧了 胡说八道 这张作品是我看着英小小 加班一个月做出的 怎么可能是抄的 哟 你一个臭保安 知道什么是艺术吗 各位 我入行八年 不说功成民旧 你小有名气 而他 只不过是一个刚毕业的丫头 名不见经传的难不成 还是我抄袭了他的 时代集团 居然出了这么个抄袭丑闻 我要是拍下来发到网上 会不会火 抄袭还敢这么理直气壮 真是太猖狂了 必须要赔礼道歉 怎么回事 您来得正好 听说主办方可是最讨厌 抄袭和房屏的人了 赶紧把这个抄袭的手能赶出去 把他从行业内永远出名 这可是全国顶尖的行业交流大会 你如果真是抄袭 必须要承担所有损失 您不用着急处置我 我能够证明自己没有抄袭 没有 得了吧你 鸭子嘴 安娜 你在抄袭的时候没有发现吗 居然把我的名字也一起抄了进去 你在胡说什么 这哪有你的名字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特意在这几处加粗了线条 是我的名字缩写YX 安娜不知道 所以她在抄袭的时候 已经拖了我的名字 抄袭不进去 没错 创作者在自己的得意作品当中 加入自己的铅笔 是很常见的艺术学 各位 你们都是行业内的乔丑 应该清楚这一点 可是 可是我完成这个时间明明更靠浅啊 大家可以看到 安娜作品上的个性签名和你们的 是不一样的 真的耶 自己都不一样了 而且 这戏看下来 丁小小的作品好像更富有创意 而安娜的嘛 得缺少点灵魂 闹了半天 是她抄袭别人 还贼喊捉贼呀 现在应该把谁赶出去 怡目了人了吧 这可能是个误会 可能我和音小小太有缘了 所以撞了灵感 作品才这么相似 至于标签 哦原来的标签被我丢掉了 我只好再重新做一份 既然没有什么实际性的证据 那我只能上报局办方 调查了 配合默契 少站高级 金小姐 我非常欣赏您的作品 真的是非常有想法 有创意 谢谢 没想到这么年轻 就眼光独到 将来必有大成就啊 你们太客气了 写个电话 我让你办的事 知道 查到了 安娜果然有问题 资料已经发到您的邮箱里了 主办方真的约我在这见面 明晓晓 我等你很久了 你不要干什么 你不要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报告 你害我被公司开出沦为效命 今天 我也让你听听这种滋味 你要恨的人应该是安娜才对 如果不是他 这些事情根本不会发生 你不是情侣吗 他怎么光给自己找了新工作 却不带你 对你 肯定才有私心 大卫 你别替他瞧我理解 大卫 今天钥匙肯对我做什么 这个事情如果闹大的话 他肯定会把黑锅背在你我身上 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你别被他利用了 鸡 小药 这可是上好的合欢箱 给你用 算便宜你了 大卫你愣到这干什么干净上啊 事已至此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好就算是你现在想放过他 等他醒来 他一定会把事情说出去的好 你把人引开 这里交给我好 大卫 这是犯罪 你知不知道 我强奸你那叫犯罪 还是我不是勾引吗 那可叫 另当别论了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我在谁带集团的时候 你对我穷追不舍 我离职了以后 你还对我念念不忘 甚至 我心想要 能力 我去 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 接下来我将宣布 今晚获得第一名的作品 您拨打的用 获得第一名的是 时代集团 英小小 老子 老子 这么多年你第一次发现 那晚上影还有点时间 我说 我们扎西津津津 我发现飞手以后 你这身材是越来越好 我都有点后 给你飞手了 请英小小上台领奖 英小小在吗 大家都别找了 我看见英小小和一个男人搂搂抱抱的 去楼上客房了 估计这会儿啊 正忙着呢吧 这可是行业交流会公共场合 就算他真的缺男人 也不能这么迫不及待吧 这英小小没清目秀的 怎么做这种下散烂的事 看来呀 这人病和才华真是不可见得呀 英小小三大 对他做什么了 放开 我能对他做什么呀 他自己要勾搭男人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大家快看 这个就是英小小老公 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不管 不要管我一个路人 真是有病 我警告你 无论是危害人身安全还是造谣毁谤 都属于违法性 如果英小小今天真出了什么事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少威胁我了 你晓晓他就是个为你男人 不信 我带大家去看 就是这了 晓晓 怎么样 不可能 这房间怎么只有你个人 你把人藏哪了 什么藏人 就是刚刚和你偷情的人 李大伟 你衣衫不整 很明显你们两个人刚做什么见不得人的 事情 我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 裙子被划破了 正在等服务生送衣服过来而已 怎么到了你嘴里 就成了偷情了 子虚乌有的事情 被你说的跟真的一样 就连我偷情的对象 你都指名道姓的说出来 难道这一切 都是你算计好的 我不是 我没有 你们相信我 我真的怕他和一个男人抱在一起 英小姐 这是您刚才要的衣服 事实就摆在这里 就是你造谣诽谤 恶意破坏交流会 我不是 真的 我看到他了 你们搜房间 绝对能做出真相 够了 你一而再再而三 你 他不是早有遇 证据就在这 自你从十代集团离职以后 就一直与公司内部的员工保持密切来 甚至不惜花重金 雇人偷盗夫人的设计手 还有什么 你一个保安 怎么能查到这件事情 原来都是他的技巧 你太恶意了 真没想到 重金辟刑的设计师居然是这种人 你 被僵尸解雇了 建筑业有你这种人真是耻辱 今后 你被行业内封杀 再不允许入职相关企业 我听你说 石云哲和那个叫殷晓晓的 是夫妻跟你有什么关系 敢跟我 如果我说 我可以帮你报复殷晓晓的话 你还打算让我走吗 小晓晓你怎么了 李大为寒呢 我下药 刚刚我把李大为杂晕 塞出你 我去跟他为热水 不要走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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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小 你放开我 我不放 李小小 我警告你 放开我 我这好鬼子 为什么就非要离开我呢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如果我 你 我 谁 esa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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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啊 你坐上睡的好吗 啊不是 我是说你睡得舒服 那也不对 挺好 那我们现在 是不是算真正的负气了 既然你这么迫切的希望 那我就勉为其难度答应你好了 答应小小 明明是你先向我告报吧 怎么是我希望 难道不应该是你希望呢 我告白 不记得了 不记得 你不记得 记得记得记得 又小小 我有件事一直瞒着你 我今天 想跟你说清楚 你别说 其实我 天涵哥 林车我回来了 你怎么都在国外的这些日子里 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你 所以我决定我要回国和你结婚 往后余生我肯定天天陪伴你 谢谢你先听我说我 我 等我休息一下再说吧 我坐了十个多小时的飞机 快要累死了 麻烦你把我的行李整理到卧室 再把浴缸热水准备好 谢谢 小小 你别生气啊 这个我可以解释的 季雪晴 我前女友 已经分手很多年了 雪晴啊 这位 冰小巧 我的妻子 你这婚 是真心想结的吗 当然 你别自欺欺人了 这杯子当初是我送给你的 寓意着我们的一辈子 你到现在都还舍不得丢 旧的感情还没放下 就随便找个新的人结婚 你这样对谁都不公平 我想我还是先走吧 等你想清楚了我再过来 风水轮流转 你等了我这么多年 也该轮到我等等你了 前女友 还一辈子 我觉得那一句话我拆不上 小小 这个杯子 杯子我可以解释了 我用习惯了而已 谁说的我早忘了 那她刚才说 等你 是几个意思啊 她自己说的 我哪知道她几个意思 小小 是几个意思 我是什么样的为人 你还不清楚 我是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人吗 你的为人 我很幸福 那就好 不过 为了以防万一 我要把你的根里 跟在我身边 心底在我里 你总是 啊 别跑 啊 看路 看路 哎师兄好 哎师兄 哎你好你好 我先去上班了 好 快上去 快上去 快走 您的夫人 有情况啊 你一天眼睛往哪看呢 真有进展 在一起了 有事快说 是就没什么事 主要是恭喜 你知道吧 不过 您什么时候和夫人坦白什么 我总不能当一辈子师 师总吧 虽然挺爽 这事也确实不能再拖了 张远 我晚上有个约会 你去帮我们把戒指取来 我们离婚吧 你在说什么呢 我们一年的时间还没有到 可是我喜欢的人已经回来了 我不想让他到 好 那我这就完成 你这你对我到底有没有 为什么要请别人 请教授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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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啊小小 你的对接客户刚刚到了 在会议时等着呢 好 谢谢 你好 你是甲方 你是甲方 不像吗 倒没有 如果你不喜欢我 如果你不喜欢我 我们可以随时换个设计师沟通 不用 我没那么小气 希望你也不要太不专业 这是我们公司出的设计方案 如果你有什么功能和调整 我们可以进行沟通 其实我都可以 只要云彻喜欢我 看来季小姐不是要来聊合作的事啊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再打雅妮就没意思了 没想到你这么撑不住气啊 行 既然你问了 那我就说了 我想请你退出 季小姐 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 我和时云彻是领了证的合法夫妻 你让一个有证的退出 给你这个无证的让路 有这个道理 这张结婚证并不能证明什么 我调查过你的 刚认识几天就闪婚 我们到现在也不过相处了几个月而已 根本没有感情基础 而我和云彻认识二十多年了 我们互相了解 互相欣赏 在彼此生命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什么都不能分开 那你们 还是分开了 是啊 当年我心气高 非要出国闯荡 还因为一点小事就和她提了分手 她很难过 甚至把自己喝到未出现 不好意思 我就不在这听名的爱情史 我还有别的工作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沟通的 可以随时 丁晓晓 你确定云彻真的喜欢你吗 他甚至连真实身份都不告诉你 什么真实身份 石云彻 石代集团总裁 石家唯一继承 你不会连自己公司老板叫什么都不知道吧 你说 云彻为什么不愿意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呢 我猜啊 是他从一开始就想好了要跟你离婚 他怕你知道他太有钱 不愿意离婚 从此缠上他 小小 我真的很抱歉 云彻为了我这样伤害我的女 但是我还是想要告诉你真相 你只是云彻一时想不开的消遣罢了 陷得太深 受伤一时会是你自己 石头石头不好的 我看见季秋雪和夫人在里面 季雪橙 林哲 你刚刚来见于晓晓了 你跟他说什么了 你觉得我会说什么 我只是来探项目而已 难道你觉得我欺负他了 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的人吗 很抱歉 是我 我不等我我不怪你 可你不能这么误会我拒绝我 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了 不会你是我的错我向你道歉 但如今我已经结婚了 我也很爱晓晓 你我之间没可能 云彻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我没事 身车 你绝对逃不住我的手上心 看起来欲知梦是想让我离婚和继续情复合 虽然我不想离 但不照做的话 指不定又会出现什么严重后果 算了 管他有什么后果 我都扛到底了 小小小 你怎么了 心情不好 小小小 你听我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 隐瞒身份 怕我知道你有钱有权 怕你想离婚的时候 我会见钱掩开纠缠你 难道不是吗 是 我承认我以前确实是这么想的 但是后来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不想和你离婚 我保证 我以后不骗你了 我什么都对你坦白 好 那你坦白 你告诉我 你隐瞒身份和我结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欲知梦那么离谱的事 说出来他会信我 就算信我 可梦境现在让我们离婚 他该怎么选 说不上来是吧 说不上来是吧 那我听你说了 你无聊了想找个人消遣 想忘掉季雪芹 然后把我当傻子耍得团团转 晓晓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消遣过 之前结婚是很仓促 但我一直 一直都是认真的 我们还是冷静几天吧 叶晓晓 怎么回事啊 被这么重要的甲方投诉 这工作你还想不想干了 对接甲方不专业 还夹带私人情绪 搞语言攻击 你这猪脑子里面在想什么你 那你换了项目负责的人吗 怎么说话呢 这就是你工作的态度吗 不 这是我跟你的态度 工作不专业 夹带私人情绪 还语言攻击别人 说的应该就是你啊 你说我老公得罪客户要被开除 骗我去酒局签合同 实际上只是想看我出球 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知道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影响吗 真不知道你这种人怎么当上领导的 就不怕上头问你的责 哎 哎 我现在在说你的问题啊 你不要把问题放我这儿去 你这么不管 好 那我们部门现在请不起你 啊不对 是我们公司请不起你 你马上收东西 我滚蛋 我看谁敢动我的人 哎呀 原来是你这个臭保安呀 我请你不要多管闲事啊 我就让你们两个人一起给我滚蛋 我都要看看 你让我们怎么管 怎么管 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 理由有的是 因小小不遵守公司的规定 拒负执行领导下拍的任务 而且态度激起的恶劣 至于你一个小小的保安 你不好好的看门 跑到公司逗出闲逛 你玩不值守呢 今天就是露到石总那里 我也有理 他可巧了 他就是石总 你跟他聊吧 哎 你想想 大白天我怕是没睡醒吧 他要是石总 今天我就把这张桌子给吃了 那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你被开除了 说你喜欢他 你真是疯了吧 你啊 你脑子糊涂了吧 在这个公司 论地位论资历 也是我开除你才是 哎呀 石总 哈哈哈哈 哎呀您可来了 您这个朋友啊 这扬巴虎的正在弄事呢 你看 你们什么都看在眼里 你要是不把他开除了 这样有一天他斗鼻子上脸 气到您的头上做为纵服啊 正好 我是来给你送解副劳动活动通知的 啊 哎呦师总 有时在说笑话 你觉得我会拿这种事情来看完照吗 这是石总亲自下达的命令 石总为了调查员工内部混乱的情况 特地和我调混的身份 石总 所以他 他才是石总 你看他气度非凡不像保安 原来真有别的身份 那殷晓晓 就是真正的总裁夫人 天呐 哎呦师总 哎呦师总 我知道您真实的身份 所以我才说错了这么几句话 您是会原谅我的对吧 开除你 不是因为你出言不逊 而是你为了一己私利陷害同事 平时使绊子也就算了 关键是你伙同离职人员 倒卖公司的设计图纸 已经是触犯了法律 那咋了 你 您说的这个是没有事啊 交流会上安娜拿出的设计图纸 几乎跟英小小一模一样 我就猜测是有人搞鬼 所以我查了监控记录 发现只有你 中国英小小的电脑 还有 我去银行查了你的转账记录 发现你跟安娜之间 可不止一笔大额的转账交易 证据确准 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 这 这个能说明什么呀 这还不能说明什么 那报警吧 看看警察会不会比我查得更多 让你老底坐穿 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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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错了 我七少年千万别抱歉 我 我承认我是偷了英小小的素质 我只是想给他一身小小的惩罚而已 你 你千万 千万饶过我 师总 师总 看在你为公司效力多年的份上 我算你普通离职 赶紧滚 哎哎哎哎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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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师总 你你看 你一小小又没有什么真正的损失 你千万不要看出我呀 我今天已经三十五岁了 我少于老一下 一小我也要把我看出了 我可怎么办呀 没人要我呢 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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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想干什么 今天给你放假 我带你去个地方 哎 你带我来公正处干什么 这些是给你的 你不会说把我给卖了吧 先看看内容 你什么意思啊 我已经把我名下所有的财产 都公正为了夫妻共同财产 如果我们离婚 你可以分走我一半身家 薛英诚你是不是疯了呀 你是时代集团的总裁 这么多家产 你全部都要分给我 小小 我只是想向你证明 我从不害怕你分割我的财产 更不害怕你花我的钱 我害怕你离开我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 都不知道要怎么弥补过错 后来我觉得 至少应该拿出真正的身份 认认真真的跟你相处 丁小小女士 你愿意再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 给我们曾经草率开始的婚姻 一个机会吗 你是不是傻呀 万一我卷钱跑走怎么办啊 那你跑的时候 戴上我就好了 好吧 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好好把握 好好把握 谁这 谁这 医生 我老公是生了什么病吗 这个很奇怪 患者身体各项指教都会 甚至比一般人很好 这不应该会晕倒 难道是有什么疑难杂症 你想想 他有没有什么假作疑传病史之类的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要不我回去问问吧 沈云车 你老实告诉我 你到底梦到了什么 妈 你别管了 你看看你 把自己都做成什么样子了 我能不管吗 你一发烧 就梦见未来 你没被梦境就会遭到反噬 你以前 不是老老实实 按照梦境去做的呀 为什么 为什么 这可这么不听话呀 啊 对了 我上次去你家见到的那个女孩子 是梦境让你们在一起的 那这次梦境是让你离婚 妈 你别说了 反正我不离婚 果然 果然 果然是这个原因 可是你违反梦境 你的身体该怎么办呀 如果按照梦境的要求去做 你会遭到反噬 折磨死的呀 妈你别管了 哎 不是 噓 你是他的助理 那他预知梦的事你也知道 您知道呢 所以他真的是因为做梦才跟我结婚 是 既然您都知道 我也就不瞒你了 施总 确实从小就有这个道理 那他违背过梦境吗 后果是什么 没有 因为违背梦境会遭到反噬 清泽的话身边人会到没模样 重泽的话 他自己会一病不起 施总根本讲不过 你不知道施总这次梦境的时候 反噬这么严重还不容易 真是奇了怪 我有办法让史云车顺从梦境 但有一点 我跟你对话的事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哦 晓晓 我还没见过 我们离婚吧 我们离婚吧 为什么 你和季雪晴感情那么好 我不得自觉一点 给你们让路 你吃醋了 我都说了 我们已经分手很久了 真的不喜欢他 那要不这样 他以后再来找我 我就让他走 你和他见不见 也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要跟你离婚的真正原因是 李大伟回来找我 我又没脸比不上他 毕竟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 感情深厚 你呢 才跟我认识没多久 就把家产给我 真是蠢 你说我 你说你蠢啊 陪你晚几天就飞我不可了 现在好了 钱也到手了 我也懒得再继续跟你演下去 我要带着你的钱 和李大为双宿双飞 晓晓 再问你一遍 你是认识的 劝你别犯贱了 不管你再问几遍 我都会离开你 签了吧 本来想跟你好聚好散的 才找借口说你和季雪晴的事 是你非要跑根问底的 那我也不介意当这个恶人 让你死的明白一点 我是不会签的 就算你不签 等过了一定的时间 我们的婚姻也会自动结束的 哎呀 林车呀 妈妈给你炖了花椒鲍鱼粥 尝尝 林车 怎么了 哪不舒服啊 离婚 你不是不离吗 难道是他提的 我说你啊你啊 为了人家要死要活的抵抗一只梦 结果你被人家甩了 妈 你少说两句 我想休息我 哎 哎 嗯 我您欣赏一下 这是您好 您好 我想一下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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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这是史云彻 昨天公证给我的财产 但现在我们要离婚了 这个东西 也该无归远主了 你不要他的人 也不要他的钱 你就那么讨厌史云彻 不 我只是希望他平平安安的活着而已 你不会是已经知道欲知梦的事 所以为了他好 才和他离婚的 时夫人 请您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不要让他知道真相 否则 他知道真相之后 闹着反抗 让自己受伤 你这是图什么呀 图他平安安 这个世界上好的姑娘多的是 还没必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要不是犹豫之梦的存在 我还真希望你是我的儿媳 云彻 我听说你晕倒了 现在好点了吗 我之前不是就说过我们保持距离吗 我只是关心你而已 至于这么冷淡吗 谢谢你的关心 你的好意我心里了 你先回去吧 我不走 是云彻 我们多久没有好好说过话了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真的要这么冷淡吗 云彻 云彻你怎么了 云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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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彻都已经走了 云彻怎么还没恢复 难道光是离婚还不够 云彻 你醒了 你刚刚忽然昏过去 快把我吓死了 我没事 难道这事 还和季雪晴有关系 谢谢啊 我那边还有点事情 你在这里啊 帮我照顾照顾云彻 好的阿姨 好 老夫人 您怎么出来了 你没看出来吗 云彻的梦啊 是跟季雪晴在一起的 为了云彻活命啊 我看啊 这个儿媳妇啊 我是不认也得认了 你那个梦境啊 是跟雪晴有关系吧 你看他陪了你几天 你都好多了 妈 你以后能不能 不再管这事了 你是我儿子 我怎么能不管呢 你看啊 你现在跟尹小小都离婚了 不如就接受雪晴 你要再这么撅下去啊 早晚也不自己折腾死了 难得雪晴对你这么有心 你们在一起 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不好了 你要再出事啊 你要你老妈怎么办呀 我 云彻 云彻 石阿姨 哎 我听说云彻出院了 特地过来接接风 走 咱们回家去啊 完了 这新欢旧爱的碰在一起 你这可怎么办呀 没想到 你们这么早回来 钥匙我放桌上了 雪晴 我已经离婚了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已经离婚了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说真的 是 我被人甩了 着急进入下一段感情疗伤 你会陪我的对吧 那当然 我本来就是为了你才回国的 英小姐 你应该也会祝福我们吧 只要你说你反悔了 你不高兴 不想祝福 我马上放开继续情 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是啊 祝福你们 白头 谢英小姐急言 我们离婚吧 为什么 我要带着你的钱 和李大为双宿双飞 你 你来干什么 我身为总裁夫人 来公司视察不是很正常吗 就是这身边 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 也太不像话了 我看你就提起他 真 给我倒杯水 不错 欣小小不是总裁夫人吗 你这还不明白吗 这个 是总裁的白月光 真爱啊 人家真的回国了 那想想肯定要让位置的人 我的岗位职责 里没有伺候人这一条 你找别人去吧 怎么 我作为总裁夫人 他使唤不逗我 还总裁夫人 你们领结婚证了吗 等你真正成为总裁夫人 再来跟我耀武扬威吧 你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云震你来了 你前妻也太吓人了 我就过来和他打个招呼 他不光对我甩脸色 还凶我 这 新总裁夫人 怎么这么立场 石总这眼光 有点总吓了破路啊 怎么 之前不是还祝福我们吗 脸变得这么快 现在装都不想装了 第一 我没有骂他 第二 我骂他也是因为他找骂 你 你一个社会悬散人员 跑来别人办公的地方 指手画脚 干扰他人工作 没叫保安把你赶出去 已经对你很客气了 第三 麻烦石总管好自己的未婚妻 回家搞自己的小情趣 我们普通员工 不是你们play的一环 云震你看他 你可是他老板 他对你态度这么恶劣 要不你把他开除算了 没想到英设计师 这么有觉悟 最心于工作呀 那从今天开始 就把你晋升为 我的私人助理 既然你都说我是设计师了 助理的工作 我做不来 你不用干别的 只用负责 我跟雪晴的 订婚事宜就行 这是公司的 有没有关系 你都得干 你签了公司三年 合约没到你就想走 是要付违约金的 所以 请你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 石云彻 你就这么恨我 不好意思啊 让你给我拎这么多东西 还陪我走那么久的路 哼 你觉得 这戒指好看吗 挺好的 你撤死我的 啊 走吧 丁小小 我婚纱做好了 你去帮我取 就两公里 走着小时就到了 那就给你半小时时间 抓紧了 你好 老红纱 好的 这婚纱可妙了呢 据说找了五个设计师忙了两个多月 两个月 两个月前季雪芹还没回来呀 寻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能陪你走到最后了 我不能陪你走到最后了 你的 进展 你醒了 刚刚你中熟了 你怎么知道 我刚刚一直跟着你 小小 你都看到了 其实婚纱是给你准备的 离婚的理由是你骗我的 这么多天 李大为根本没有找过你 你们也根本没有复合 小小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离开我 是我脾气差 还是说说话 你说出来我什么改 为什么非要分开 我也不是做了几时恶不测的事 放手 神运车你听好了 我希望你不要再来纠缠我 我承认 我说我还喜欢李大为是气话 但我不喜欢你是真的 我们没可能 我 我找你一圈 原来你在这偷懒 不好意思 那个婚纱我已经取来了 还有什么要准备的 我马上去 我有个朋友要来参加婚礼 你晚上帮我接一下吧 你好 您是季小姐的朋友吧 是啊 她叫你来个 那您跟我走吧 入住的酒店已经办好了 哎 没想到你还挺急的嘛 啊 走吧 施总 您身体刚好 您少喝点吧 不是说了今天给你放假吗 您一个人 我怎么放心得下呀 我知道您是放不下夫人 可是夫人 给哥哥喝两杯先 你最喝吧 可是夫人她也是有苦衷的 她能有什么果子 都吃奶奶的 你装什么清晨哪 赶快了 放开我 你别来啊 我 我这我报警了 你过来 陪我喝两杯 陪不了 陪别的男人都能喝 就不能陪上次了 还是说 这工作你不行 行 我陪你喝 但要加班费 我喝 这么贵的酒 你看都配合 看着我喝就行 好吧 陪你喝 你喝 我才会在画 陪你喝 你喝 你喝 我 陪你喝 你喝 就 你喝 够了 我看了 你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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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你干什么 你叫你干什么 你们已经离婚了 你为什么还要纠缠他 是石云车以上司的名义 让我陪他喝酒 你以为我愿意留在这 什么 既然你已经来了 那这就没有我的事 小小小小小 妈 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喝成什么样子 又吐又哭的 差点送到医院去洗胃 你怎么这么糟蹋你的身子呀 妈我没事你别担心 你是不是还放不下影响笑 事到如今 我就实话实说吧 若是在瞒着你呀 我看你再把自己遮了就死了 妈 你瞒着我什么 尹小小小 尹小小 知道你有愈之梦的事了 他为了你好 故意和你离婚 他从你这拿走的财产 又交给我了 太好了 妈 我这就去找他 弄清楚 你非要去找尹小小 我也不拦着你 但是你自己要想清楚后果 你违背欲知梦 如果出现什么三长两短 那尹小小将来该怎么办 他会觉得是他自己害死了你 你要他余生都在内疚中度过吗 云彩 你醒了 我给你煮了些粥 你要不要尝一下 你自己想想清楚 云彩 我知道你放不下尹小小 可是他已经离开你了 他不爱你 你就不能回头看看我吗 我一直在等你啊 抱歉 我想你自己应该很清楚 我跟你在一起不是真心的 都是为了弃硬小小 没事林车 我有办法 可以逼他回心转移 婚礼不取消 照常进行 如果他回心转移参加婚礼 那我就退出祝福你吧 可是如果他没有来 就让我嫁给你 好吗 林车让我来告诉你 你被辞退了 正好 我也要辞职了 你倒是有自知之谜 知道自己讨厌些 丁小小 你说让我转达给你一句话 他恨你 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 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吧 来奶奶喝点水 怎么样 好点没有 你记得家里人联络电话吗 我让他们来接你 姑娘 你是个好孩子 你帮了我 我帮你算一挂 你的红鸾星 有变动 这一份大好的姻缘 可就天敲云散咯 奶奶你算了可真准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你呀 又是太傻 事情合了咱们的心意 咱们就顺应天意 不合咱的心意 那就逆天而为 凡事不争不强 就会留有遗憾 那我走了 凡事不争不强 就会留有遗憾 就会留有遗憾 那 屎云车 我单单面的放弃你 是不是做错了 我是不是应该问问你 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努力争取 嗯 喂 云小小女士吗 嗯 这里有你的快递 我在时代集团门口等你签收 我的快递 我没有往公司寄过东西啊 是一件婚纱 啊还有一个卡片 上面写着等待我的新娘 嗯 你笑一笑呀 拉着个脸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笑不出来 我知道你心里不情愿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是你就这样了 你就放宽心高高兴兴的接受吧 啊 谁说我没人票 这 是什么男人 对 我就是他老婆 要不 我们结婚吧 轻小小啊 合作愉快 嗯 合作愉快 嗯 合作愉快 你不要对我的忙 万一离婚了 我会不习惯的 要是不习惯 那我们就不离婚 请你习惯 习惯 大家好 欢迎参加这场充满爱意的婚礼 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 我们见证了一对心心相应的新人 宣誓结婚尊敬的施先生 请问你愿意娶您身旁这位美丽的女士为妻吗 我反对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小小 放手 你不是已经走了吗 你怎么回来了 这本来就是我的婚礼 我应该走去哪 你骗我说石云车恨我 要把我开除 赶出公司 但这根本就不是他的意思 石云车为了让我出席婚礼 把婚纱和情书都送到了公司 直到我看到了收获地址 我才明白这一切都是你的谎言 还有 外面的海报和红纸全是我的名字 这场婚礼本来就是我的 你之前是怎么跟我说的 是 我是说过 如果殷小小不来参加婚礼 我就帮你兜点 免得婚礼上没有新娘尴尬 可你觉得我真的愿意这样做吗 我真的甘心吗 这个女人 她莫名其妙就跟你离婚 她根本就不爱你 最爱你的人是我 我马上就要成为你的妻子 我把这种不要理的小胆 干得怎么了 我跟殷小小 无论是分手还是复合 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更不需要你一个外人插手 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外人 抱歉 无论是出于感情 还是出于约定 我都没办法跟你在一起 请小小 你愿意嫁给我吗 哪怕是违反天命 说不定哪天就死了 你也愿意陪我一起走下去吗 无论遇到多大的烦事 我都愿意陪你一起 你终于醒了 你终于醒了 吓死我了 你这几天发烧到39度 怎么叫都叫不醒 好点没有 小小 你是不是要做梦了 他要让你干什么 好好好 没事没事 我们说好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要一家三口一起面对 你说我 我扛得住 其实我 走 没做梦 没做梦 好啊你什么 真的屁股 别打了笑笑 我都已经一年多没做梦了 而且上次的反事也没再发生 所以啊 以后别担心了啊 那你说 你这个能力是消失了还是转移了呢 谁知道呢 我也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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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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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